好 那麼最近有學者 到大陸去的時候 有不同的狀況 有的是進了機場就被盤查 問 有的是參加什麼學術研討會 中間被請去喝咖啡 他們叫做喝咖啡的 所以咖啡要喝咖啡不太好 不太好喝 問什麼 就譬如說你來大陸 那個陽明山有沒有交代你 關心什麼事情 陽明山什麼 國安局 國安局要陽明山 比如郭教授如果去 就請他喝咖啡 然後郭委員 郭教授 國安局 陽明山有沒有請你 打聽什麼事這樣 他不敢這樣 類似這樣 那最近好幾個了 之前也有好幾個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學者 不太願意去大陸 或是不敢去大陸 甚至有很多他也不是綠的 有些不是 有些是 有些就是一些就是學者 當然是牽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楊明山是不是真的有請他去問他 楊明山先請他喝咖啡 先說你要去 我們知道你要去 你想研討會 你幫我們打聽 看看怎樣 看看那個官臉色如何 那個人身體怎樣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我認為他們把學者找去問 他們一定有缺協的情報 說的確這個學者 譬如說原來可能拿了什麼 國安局什麼計畫 政府什麼計畫 我是猜 有可能 當然學者就反彈很大 因為他們的學者 很多都跟政府要拿計畫 不能拿計畫都被你問對不對 所以我已經聽了好幾個人告訴我了 告訴我的事 最近陸委會還主動證實 這個人是何許人 這個人他們去查說叫做 淡江戰略研究所所長歐明選 你是不是戰略研究所 對 我們叫所長 歐明選 而且他的確是 遠景基金會的董事 因為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以後 遠景基金會就被老共說 這個有問題 這個是不受歡迎的機構 要制裁譴責的機構等等 這個我相信 因為你自己是遠景基金會董事 你跑到大陸去人家約談你這樣 我覺得也 當然我是覺得 如果做個學者 他當然不喜歡被約談 有很多連這個都不是 也被請去喝咖啡 所以那天訪問趙晨晨 趙晨晨他認識好幾個也是這樣 之前我也聽到別的人學者告訴我 他說我最近不太想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被約談喝咖啡 他說你被約談喝咖啡 那個心裡就七上八下的跳 對不對 尤其一入境 如果就被約談的話 很緊張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陸會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主動揭露 有位學者或要到對岸交流入境時 卻被查扣 盤查了四個多 四個 將近四個小時 那最後雖然放行 但是我相信他的身心已經受到極大的衝擊 對於身份有所保留 因為召開記者會時當事人還在大陸 陸會要求對岸在學者出境時 不得再為難他 這位老師的行李 手機 筆電都被查扣 我們也懷疑說會被對方動了手腳 陸會至今未證實這位老師是誰 不過根據掌握消息是淡江戰略研究所所長 溫明賢 只是此行去大陸是以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身份前往 這張照片是七月下旬在上海拍攝的 由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和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合辦第六屆兩岸掏掠論壇 溫明賢和語惠學者合影 而這並非他第一次參加這論壇 疫情期間雙邊曾利用視訊交流 據悉論壇行之有年 為何溫明賢這次會被扣留 有意說跟這有關 溫明賢另一個身份恰好是遠景基金會的董事 今年四月國台辦就對遠景基金會採取承戒措施 各位 你有沒有經驗被攔下來 我從來沒有 有沒有聽說 沒有 歐明賢這個非常詭異 因為他是去參加兩岸掏掠論壇 這是兩岸輪流辦的 他也參加過好幾次 結果這次去就特別被約談 這個實在太奇怪了 因為歐明賢 我認識很久了 人家長期就是研究兩岸戰略 而且他是偏軍事 這個有什麼奇怪 他是遠景基金會的學者 這大家早就知道 大陸他們會說喝咖啡什麼了不起 溝通一下而已 你緊張什麼 喝咖啡不會用 他這個等於是有點辦強制的 就是他就是要叫你進去那個房間 你不能拒絕 你不能拒絕就是辦強制了 對不對 你如果喝咖啡是 我可不可以有自主權 不行 非喝不可 你有自主權 你要喝茶還是喝咖啡 你有自主 你挑一個 然後老沈 你怎樣 被留置四小時幹嘛 不是 多年前 在哪裡 多年前我是受中央國裁辦 台灣研究所的邀請去大陸 我在杭州機場落地 不能入行 他說 你連這個話境界的那個地方 你不能約過這個 就請我到一個房間 就請坐 就沒有下一步了 沒有喝咖啡 沒有咖啡 連咖啡都不給你 就沒有下一步了 我又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是沒有協調好了 我說那你 他說我們可以原機送你回去 真的要遣返 他原機要送我回去 我說不行 現在你原機送我回去 台灣不管是哪一個機場 都是半夜 你看這樣我過一個晚上 我明天才回去 晚上到 原機就是說不是有客人要回去 不是原機 不是下一班回去 下一班回去要送我回去 下一班是有沒有其他客人 還是專門送你回去 不是 就是下一班的 下一班飛機讓你回去 正常的飛機 但是到達台灣都是半夜 所以我沒期望 那他們當然 怎麼沒有人來接機 很奇怪 所以他們就往上承報 那顯然是多線承報 所以四小時下來沒有結論 我覺得好奇怪 怎麼沒有結論 到底可以還是不可以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最後的結果 最後只是說當地要主辦單位 來接機了 但是他來接機 也是因為上面說OK 所以我是講說 他不同的單位 有學術單位 有情報單位 大概每一條直線溝通不良 還有橫向也溝通不良 我每次去香港 也都被擋在那邊 三次以上 三次以上 所以我覺得老共的這種情勢單位的作業 其實不怎麼行 還有這種小事就這樣 大舉行動的這樣查 我覺得也有傷他的命傷 比方說你真的有什麼好緊張的 那我的態度是怎樣 你覺得他扣我四個小時 我會很緊張嗎 不會 我這個人就這樣 我自己反省 我沒什麼事 那你竟然這樣扣我 到底在我這邊的 你等著看吧 你等著看 你等我回台灣 你就乾死了 所以這個真的你問心無愧 你後來回台灣也沒有大腦 也沒有講 你沒有聽到我進來 不是 他們一路 對你很好 非常好 大概就補回來這樣 我覺得當我心裡頭曉得說 這個理虧在你 我就跟郭董一樣 所以千萬兩不忘了 好嗎 班哥 大佬 我可不可以問他哪個問題 你在那邊進不了這個 你的行李手上 因為你沒帶手機 有被他說去檢查嗎 不是都沒有檢查 他根本連入境都沒有 所以大佬狀況完全不一樣 他就要錢回去 歐明賢所長是他的手機 筆電 通通被拿去看 行李都扣走 人在小房間 唯一一個落差就是 媒體說杜委會說四個小時 他說只有三個半 那也很長 而且他是戰略所的所長 大陸不可能不知道他 知根知底 但還查他 他這個狀況比我們想像中還嚴重 他不會是 對 一定是有什麼 有可能是主辦單位歸主辦單位 機場歸機場 各這個情治單位歸情治單位 因為他彼此也不協調不什麼 比如老省隨便舉例 我們已經在遠景基金會 只要遠景基金會 就是黑名單 你是董事 你是黑名單 來了我就 就要問你來幹什麼 對不對 他不管什麼其他人邀他 不管 老陳也是 老陳已經在黑名單上 沈富雄 但是是他們邀請的 我懂 我懂 邀請跟兩回事 就是你機場的 上級單位有空 我也可以邀請一個大陸人來 但是國安局可能他 有名字在上面 對不對 你進到機場可能就會盤查 這是有可能的 來 曉欣 你是戰略所的研究生 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事情 確實變成是說 讓民進黨 比如說陸委會 他開始去講說 所有人到大陸之前 要做風險評估 其實他又是再一次把 他這個跟選舉的抗中保台 放在一起了 不要小看陸委會現在講的話 因為台北市接下來 上海的這個雙城論壇 其實就是在8月底 8月底的時候 就要去雙城論壇了 在台北市議會裡面的 民進黨的議員 沒有人報名 這個很正常 我覺得他們自己的選擇 可是其中有一個議員 他的說法是怎麼樣 他說他不去報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怕他回不來 我有看到 他怕他被抓走 這個是個很誇張的說法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你看他的說法 跟陸委會現在的說法 其實差不多意思 他某種程度 就在告訴台灣人民說 大陸很可怕 去的話可能會被抓走 可能會回不來 當然我們都希望學者 可以去好好的交流 你也不要去查他的東西 那如果是遠景基金會 那你認為說 因為遠景基金會 所以你不讓他進來 那其實你就講清楚 那他就像這個沈大佬一樣 在機場那邊 那就進不來 那就回去了 你就很明確的說 因為你是遠景基金會的董事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已經說 公布的很清楚了 是屬於黑名單 那請你回去 這是你這個國家的做法 那其他人也只能尊重 可是他這次的狀況是 他去查扣了 就盤查了 盤查了他的東西 那所以說 就讓包含陸委會 他就有一些 可以就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多 講了說我們是提醒跟建議 但某種程度 對於接下來的兩岸交流 他可能會變成是一個主力 一個負面的 甚至讓民進黨包含他們的議員 可以講說這個雙城論壇很危險 等等的 但其實真的是這麼一回事嗎 我們還是希望兩岸交流 可以在和平的狀況之下發生的 不過對大陸方面也要講了 就是說這個沒有必要 除非你很確實有什麼證據 可是這種事情還是少做了 他現在說 我們陸委會要求 我說如果老省現在被邀請了 要雙方的邀請或主辦單位 要求陸方主管機關明確承諾 不會再出入境被留置 不會被請去喝咖啡 問題是這個也是亂講沒意思 我是主辦單位我剛剛講 主辦單位當然絕對沒問題 你去查出入境單位 你問誰 搞不好他也說沒問題 他就是可能有問題 安全單位是另外 安全單你管得住 公安單位你管得住 根本管不住 事實上我們到美國去 常常被留置你知道嗎 有些人到美國去 美國只要移民官就先假定你 一定到美國就不回去 他受命就假定你 到了美國就要留在美國不走 看你有點奇怪 你帶的錢多還是少 太多也不行 太少也不行 等等就把你抓到小房間裡 搜 全部給你搜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朋友 這衰死了 因為美國規定一家 不能帶超過1萬美金 他老婆英文大概有點緊張 他明明帶6千美金 他講60千 60千講了60 60千在哪裡 搞到小房間 搞到四五個狀況 全身收 就逼他 你的6萬美金在哪裡 我講錯 我是6千 講成6萬 中國對數字常常會 有的時候搞不太清楚 搞死 搞死他 真的是搞死他 就行了 沒什麼 就說了 不少 有些人 可以 是嗎 不少